理财APP 是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红达我们现在看到 苹果2016年推出定价 5400块蓝牙无线耳机 一开始大家觉得 这款产品贵得离谱 就后来卖得怎么样 后来卖得非常好 就是说 后来连中国都开始 出山寨版了 而且根据资料的统计 2018年 它大概卖出了5100万套 可是到了2019年 就估计会卖超过1亿2000万套 哇 真的很可观 那后来也是把大陆的 蓝牙无线耳机风潮给带起来了 是不是 对 因为现在如果大家上购物网站去查的话 其实是 现在真无线蓝牙耳机的风潮 是非常的畅旺的 这个其实在台湾的资本市场 就可以看得出来 像瑞玉 台湾有做蓝牙无线耳机的 这个晶片厂 因为过去的耳机可能只用了一个蓝牙晶片 但是真无线蓝牙耳机是左右两个耳朵 它都需要各配置一个蓝牙晶片 所以不但需求倍增 而且市场也非常的畅旺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都过得非常好 是 苹果在2019年10月底再推出AirPods Pro 结果非常热卖 全球都缺货 这个买气到底有多好呢 我们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大概礼拜一的时候上网去看这个美国的Amazon 那Amazon它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了 可是你上去买AirPods 它真的告诉你这个缺货 out of stock 所以这个连Amazon都买不到 那我们在产业上就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苹果因为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购物忘记 竟然是卖东西有货卖不出去 所以苹果紧急追单向供应链增加了一倍的惨能 所以现在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股票 都被投资界相当的重视 所以现在这款耳机包括苹果官网 包括Amazon 包括零售商 通通买不到货是不是 好 也许苹果自己可以卖吧 听说苹果官网也没有 听说苹果2019年靠AirPods Pro 进账了1825亿 台币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10月底才推出 算一算到12月才两个月 我们应该就这样讲 苹果的这个蓝牙耳机 进账了1800亿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讲的是真无线蓝牙耳机的这个趋势 那它最主要的是说 因为苹果在这个手机 其实过去被当成一个成熟的产业了 过去大家谈到科技趋势 穿戴式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看不到什么前景的这个 这个segment 但是呢 在苹果推出了这个蓝牙耳机之后 翻转了这个市场 那因为过去的 刚刚以前怎么想一想 我当时说耳机这个看起来这么平常的东西 可以超到这么大的这个价值 那苹果这次的风潮证明说 其实光是无线 然后呢把音质提升 甚至去跟AI结合 它就可以创造一个很大的商机潮 所以这个1825亿指的是真蓝牙耳机 到底差多少呢 其实大概只有原版的这个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其实距离也没那么遥远 大家上台湾的这个购物网站去搜寻 其实现在台湾的真蓝牙无线耳机可能几百块 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这个过去是没有这么大的热潮的 但是现在连这个中国也开始出这个 这个中国版的这个降噪蓝牙耳机 在台湾其实大概一两千块也就可以买到 这都是过去跟过去相比 这个相比有相当的这个距离 那这也表示这个不只是高端的市场在火热 中低端其实也有相当大的需求 是原厂的买不太到 不过听说呢黄牛也来凑热闹 原价的7990的AirPods Pro 在eBay拍卖网上 听说已经被炒到超过一万块了 所以因为营货难求 这个价格出现好像也不太奇怪吧 是不是 黄大你觉得呢 现在搜寻其实因为台湾还没有开卖 所以开始就出现各种这个 各种水货的管道 就好像当初的这个iPhone 还没开卖之前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因为 其实在大家对这个东西来以至一个 今年耶诞节的一个新的流行 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 是 但是很贵 它一副耳机要7,990 差不多8千块的价格 买一副耳机还买不到 这副耳机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其实你只去看苹果的这个设计 也很有趣 就是说它不只是当耳机 就是说它现在这一款是 等于是旧的这个AirPods升级版 那第一个主打就是说 它可以主动的这个降噪 就是说你在我们如果带耳机在外面 可能在捷运在路上会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 那你必须要开很大声才能听到耳机的声音 某个程度它也是会伤害你的耳朵 但是苹果这次加了降噪的功能之后 等于你不需要很大声 那你就可以把外面的这个噪音隔绝 因为苹果在这个耳机里面 加了两个麦克风 它不只向外去侦测到这个噪音 可以发出相反的波去抵消 这个噪音的这个讯号 它还甚至在你的耳道内朝你的耳朵播音的这一侧 它也加了一个麦克风 它要知道说你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音乐 所以这两个麦克风讲下去之后 第一个苹果又推出了降噪的功能 第二个更特别 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怎么办呢 其实它在软体上也搭配了一个功能 就是你再按一下 它就可以自动把这个隔绝噪音的功能拿掉 你贴定的键 这个也不稀奇 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苹果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做了一个功能 它叫做助听器模式 听起来跟我们一般人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开了助听器模式之后 这个耳机可以跟手机连在一起 然后你可以听到15公尺之外的声音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把它当成一个超强的 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 你就是要听到某一点的声音 它也可以有作用 所以苹果在软硬体整合之后 让耳机这个东西出现了很多不同层次的价值跟需求 那我就好奇了 这AirPods Pro有降噪功能 还可以变助听器 那一般听不到的老人家 可以用这款来当助听器吗 我想苹果其实在它的设计里面 它还有专门对助听器的这个设计 但是如果应该是说 如果一般人想要听得更清楚的话 它也有相关的配套 因为我记得在苹果的软体设定里面 它的那个里面有个耳朵的一个icon 那你只按下去 你可能觉得某些东西你想要滤掉 你就可以自己调整 而我只要这些东西听不见 所以它对一般人如果想要听得更清楚 应该也有帮助 就是可以选择性的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选 你要什么模式就对了 那2019真蓝牙耳机大受欢迎 成长率很惊人 你是不是告诉我们成长率有多大 然后呢 苹果的市占率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其实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凯基证券的这个报告 它大概整个市场的规模 其实到2020年的时候 会达到一亿八千万负的这个规模 那我刚刚应该跟各位更正一下 那个数字 就是苹果在2018年 它的出货数字是这个三千两百万组 到这个2019年的时候 几乎翻了一倍到六千三百万组 可是到2020年的时候呢 苹果的蓝牙耳机就会出货达到八千五百万组 那大概是这个2020年整体市场 大概是一亿八千万 大概是接近苹果的市占率 几乎是整体市场的一半 那在中国很多人是 先买这个高仿版的这个蓝牙耳机之后 然后他们再升级去买这个贵的 因为先买便宜的 确定自己有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低阶跟中阶同时推动之后呢 整个产业其实是会很热闹的 是宏达你刚有提到现在有低阶跟高阶两个市场嘛 那两个在价位品质各方面 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呢 高阶的话它的诉求会是在功能性 比如说这个苹果的这个AirPods Pro 它是可以连接AI的功能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软体的附加价值 那如果是低阶的话 可能它的功能就比较简单一点 它可能我就是具有主要的抗噪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低阶产品的重点就是如何在 这个规模够大的情况之下 要把价格做的便宜 那两个 所以才会让这个低阶的用户 如果他发现他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必须要去升级 手机的耳机也出现一个升级的趋势 那高阶的就原厂要7990嘛 那低阶是不是你就像你刚说 可能1000多块就可以买得到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大厂要介入 他们可能也不会像这个苹果卖这么贵 像我们了解现在 有什么厂要介入 三星华为这些公司 还有很多原来做耳机的 很多的知名的品牌 都想要介入这个市场 但是过去这个产品 可能只占整个市场的2%的市占率 但是现在开始是非常快速的在成长 大家也发现说 这个真蓝牙耳机的商机无限 所以大家很想去介入 那这个商机无限的话 我们就在想到说 台湾厂商他们吃得到吗 有没有厂商是受贿的 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列了一个表 我们在这一期的财讯里面列了一个表 就是你可以去看说 像在电池这边 台湾的新普在旧的这个AirPods 跟这个新的AirPods Pro里面 其实电池都是由它供应 那你可以看新普的股价 大概在今年其实有一个相当强劲的表现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轴承 那台湾的这个新日星 它本来是做这个笔记型电脑用的 这个转轴的轴承 那这一次也成功的转型 它打进了这个AirPods Pro的这个 而且它是独家的供应 那在其他的部分 像这个PCB和封测 那有南电 景硕跟真顶 那他们也都是台湾在这领域相关的供应商 所以就是这些供应商 可能会吃到这只真蓝牙耳机的一个订单就是了 那在这种声音从事变成显学的情况之下 台湾有哪些厂商 做的跟这种声音方面有关的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除了高阶之外还有中低阶 所以呢 在广义来看 台湾的升学的这个供应链 其实也是值得来重新的注意 像这个台湾的升学大厂美律 那它今年其实外资就看好说 因为它很擅长做这个喇叭嘛 扬声器 那大家就认为说 也许它在iPhone的这个扬声器 还有Apple Watch的扬声器 这边的市载率有可能会扩大 那另外一个是像郁太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抗照耳机里面需要用很多的麦克风 那这间公司 其实是用半导体的技术在做麦克风 那这个也是值得注意 那此外我们其实觉得像瑞玉 它我们刚刚讲到因为蓝牙耳机 晶片吗 需要用的蓝牙晶片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表现相当好的厂商 是我们知道过去两年呢 亚马逊推出智慧音箱 苹果推出AirPods Pro 以后跟生意有关的这产业 是不是蛮值得注意的 那亚马逊推出的智慧音箱 到底卖的好不好 其实它的影响力还是持续在扩大 那其实从比较有趣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其实当亚马逊的智慧音箱 大卖的时候 苹果就推出了第一版的这个AirPods 所以换句话说 它把这个有搭配有AI功能的智慧音箱 缩小变成耳机 所以呢这个声音结合AI 其实是一个大厂都看到的一个趋势 所以未来这个趋势可能继续会延续下去吗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多镜头 手机的多镜头带动了一波 那在声音这个部分 我们也从这一次看到了 它有一个升级的需要 这都是新的领域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 财讯双周刊记者林宏达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宏达 谢谢 好拜拜